如果你的产业缺工就做不下去 你要慎重考虑你这个产业是不是该淘汰 明明是来接受拷问 民众党总统参与人柯文哲 反而对大老板们搬出残酷舞台 可以的话要合电要退场再退场 尤其我看很难退场 吃午餐的时候右手拿筷子 左手一直在赶苍蝇 会有观光品质吗 没有人可以救你 听住自助者 他听到一个很残酷的答案 这个谢谢你今天替老板上课 被窥视柯教授上身 出席台湾经济发展论坛 柯文哲回答很直白 大老板们也无所不问 当选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组织联合政府 一定要想办法跟大陆开始沟通 但是在大陆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不可以让美国surprise CPTPP的要参加台湾没有准备好 两岸关系要解决你知道 我们反正去参加RCEP 柯文哲在抛出先加入RCEP 不过日前在同个场合 国民党对手侯友宜不但说 要重启ECFA协商 更喊出开放陆生 在台就业 招聘跟台湾年轻人抢工作 两岸协议进入条例要先过 下一个才是讨论后帽 这个才是服帽 大量陆生要进来一样 也不会说一二三 门户东开 一定要先算一算 我们的capacity有多少 看法跟侯友宜不太一样 谁能获得企业界认同 这下只怕更难知道 因为活动主持人 吴欣宜的叔叔吴东亮 被指跟侯友宜友好 坐在台下的无姓旧族徐显荣 才喊希望侯友宜高票当选 被说不挺自家人 我现在还在看 要怎么样子来 看他们三位的整个证件 我看是也会蛮辛苦的 不管结局怎么样 结论怎么样 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 这个祝福他 两人都不表态 只是上市主办方 有人给侯友宜打100分 这次柯文哲有没有通过考试 大老板们的分数 只能留心理 TVBS新闻中将 南刘玉均礼品 SN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혹 声 吴点赞 优优独播 吴点赞 咱们 吴点赞 吴点赞 淡 吴点赞 忍赞 词 转到 吴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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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点赞